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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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 你觉得这个账怎么打 主攻方向在什么地方 你是军事主官 你来定 军事主官 也在听听你这个游击战专家的意见吗 我主张 我们正面阳攻 侧面迂回 首先敌丸现在占据着 有力的地形 又配了那么多的重力气 我注意到 在敌丸的右侧 有一道险峻的山梁 他们一定会认为 这里不便与我军展开作战 而输于防守 这样 我们正面的阳攻 就会加深他们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趁着夜色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你的想法和我的半点不差呀 我们新四军比敌丸强 就强在 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我命令 一团发起正面进攻 尸属炮兵发起正面阳动 突击部队 在正面发起进攻之前 迂回到敌门的背后 直杀韩德勤的司令部 是 大家要记住 正面的阳攻 一定要演得逼真 戏演得越真越好 第一次出击就要把敌丸打中 是 你们是剪刀链 看着剪刀链 只查队的区别部 投注韩德铁 是 跟我来 猜测 没想到啊 你这个邓政伟 做政治工作是一把好手 这打起仗来也不含糊啊 还能请这小子够背他 当年在瑞金的时候 你抓过他一次 这次又自己送上了那儿 老邓啊 这次 你一定要枪毙这个蛮兔派 我可不想抓他七次 帅风啊 如果从咱们个人感情上讲 毙他一百次我都告诉你 为了抓他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人 但是我也得想 这个事情我们要慎重 兴需要等到中央和华中级的电报 才能备见 这个韩特姐 何疲无来一个 现在还跟我们闹 让我们把武器和电台还给他 还要一块地盘 还要让陈毅同志给他发电报 解释说这是误物 他还有道理 我一看到他这股嘴脸呀 恨得手都痒 恨不得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颗 相必韩特琴这样一个光杆司令 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举手之劳 可是我想如果我们给了一条生路 能够堵住蒋介石的阻力 让他们暂时找不到进攻新四军的借口 那么这条拔了牙的恶狗 对我们还是有点弄图的 郑伟 刚才那家伙还养自杀呢 不停地嚷嚷着要吞养火呢 还有这事 童云 到 去 你还能行 多送几包养火 就说邓子辉送给他的 这呢 这 听着 出不了事 出了问题我担着 去吧 是 想起吃洋火头自杀了 我自己搞得还挺有气质的 他要真那么有气质 在战场上就自杀了 当年彭市长抓住他的时候 他自己扮成了个火符 骗了我们两个大洋跑的 他现在还不嫌丢人呢 走 走 又没吃啊 没有 这是第几顿了 报告市长 已经是第四顿了 照这么下去 他就是不想死 也得给饿了 不吃算了 饿着他 我们同志困难的时候 吃草根啃树瓶都扛过来了 他饿就顿算什么 端走 是 有 不对啊 要在这儿进行修成 看怎么样 好啊 报告证呗 全喝了 一点没剩 边喝还边砸梦味儿呢 老邓 你这葫芦里头 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说我们邓政委说了 你韩主席绝食不绝水 多喝绝水能多坚持几天 这样也好让大家觉得 你韩主席是条汉子 挺香的 像是鸡汤了 你别 我们心思已经饿不了他 把他照顾的 比作业的妇女还周到呢 去吧 报告首长 指挥部集定 由陈毅君长与韩德勤谈判 并与恰当时机 欲以释放 功诚为下 功心为上 中央这步棋走得很高啊 中央的决定 和你的意见不猫而合呀 可就是便宜了韩德勤这个老混蛋 学峰 不用着急 如果韩德勤回去之后 还想继续搞摩擦 用不着七秦梦虎 下一次我们就跟他算总账 好 国民党攀博户 近日连连溃败 三十七天之内 丢失中原地区三十八座城市 为挽救中原危局 中央决定出兵河南打击日寇 献命新四军四十 向河南进军 这么说 四十要回河南老家了 好 还有呢 中央决定 让你继续留在淮北路东 继续坚持稳固 抗日地活根基利益 完了 方市长 这回没人给你做鱼驰了 老邓啊 等我把中原的日文鬼子 赶出中原 也就是我们相见的时候 到时候呀 我请你到河南给我做鲤鱼驰 好 到时候我们做黄河的大鲤鱼 好 那我们一言为定 同志们 三年前 我们忍痛离开了路西 三年后 我们又要打回军 三年来 我们整阁代弹 深境百战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打回路西 打回中原 解放所有的父老相见 为了这个理想 我等 纵然战死将场 也定会在所不辞 出发 散步 看押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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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天天见面是不可能的 但你必须实实让我感到你的存在 承秀 我保重啊 先保住 保重 我保重 驾 子暉啊 把你留在淮北 你没什么意见吧 我服从组织分配 我知道你和雪峰配合得很默契 把你们分开啊 也是迫不得已 现在中原战事吃紧 要从大局考虑啊 雪峰同志在军事上运筹帷幄 已决胜千里 是个难得的军事人 是啊 1944年8月15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 决定由彭雪峰 张震 吴知浦等人 率主力四个团执行西进任务 邓紫辉 刘瑞龙等 领导两个团和地方武装 坚持在淮北路东根据地 配合支援主力西进 主力西进不久 邓紫辉接连不断 收到由彭雪峰发来的告诫电报 报告 司师夺取萧县泳城苏县的广大地区 报告 司师在中原地带打开局面 暂时和军部见面的看路根据地 好 邓市长捷报平传哪 报告阵位 急要事急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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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礼 彭市长 生于七礼庄 世于八礼庄 万里征程浓缩成的人生的一礼路 雪峰这一礼路走得 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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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邓主任 华中局来电 你看看 主任 中央让您主持华中分局工作 这还需要回电吗 华中局任命往为 华中分局的书记兼政委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 合适这个位置的同志 有很多 回电 华中局 并承报中央 并承报中央 莫谭振林同志为书记 我任赴职为宜 因事关华中全局工作 深感责任重当 特此 特此 申报 望组织明察决定 邓主任 陈毅同志 邓主任 现在啊 就要选像邓子辉 张云毅这样 有党得的优秀党员参加 邵棋同志 可是第一次 用党得这个词 来概括 优秀党员的光荣品质啊 子辉啊 子辉啊 子辉 子辉啊 陈毅同志 你好你好 陈军长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没有 是没有想到 不要见怪啊 你这个选内猪 当得好啊 我还要表扬你呢 陈毅同志 我也要感谢他 我回到家里啊 是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让他做的 是啊 没有你这个险内猪 子辉 怎么能去打鬼子呢 所以抗战胜利了 也有你的功劳啊 瞧您说的 我能有什么功劳 抗战也胜利了 你有什么愿望啊 抗战是胜利了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 还不愿意和平 我就希望啊 能彻底消灭反东派 让我们老百姓 能过上好日子 那么对子辉 有什么要求啊 他呀 我就是希望 他能爱惜自己的身体 就不想 让他多陪陪您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都过来了 真没想这个 我早就习惯了 子辉啊 听听听听听 多好的家属啊 只有愿望 没有要求 陈毅同志 我们干革命工作 各人吃点苦 没什么 是啊 我呀 这次来是有两个目的 一来 是跟我们指战员和家属 共同庆祝抗战的伟大胜利 二来 要给你们瞧瞧警通啊 不要有这个 刀枪入库 过马放南山的麻痹思想啊 蒋介石正在谋划 怎么困死我们 吞掉我们 来抢我们的 胜利过时 人民不答应 我们也不答应啊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定要保护人民 和我们的政权哪 解放战争中 邓子辉等所领导的 华中解放区军民 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取得了七战七截等重大胜利 随后 邓子辉先后担任 中共华东局常务副书记 华东军区副政委 中原局第三书记 华中军区 第四野战军政委等职务 是华东中原地区解放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9年渡江战役后 邓子辉率华中局机关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 新中国成立之际 邓子辉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 邓书记 邓书记 时间到了 好 我们开会去 邓书记 还差一个人 还差谁啊 杜秘书长 他去哪儿了 邓书记 商店具有人民币刚才出事了 杜秘书长临时赶去处理 那这样 告诉大家 会议先推迟一下 我们也去看一看 是 邓书记 请不吝点赞 你 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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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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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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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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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买回来了吧 这菜怎么吃都是个吃 好好摘这可以 你忘了 今天晚上要请一山同志吃饭 这个菜啊 可有的我摘了 这不还有我吗 还有孩子吗 还生啊 来 小梁 过来 一起跟爸爸摘菜 好 好像要写作业了 回去写作业去吧 我也要自己当作公司 哥哥 哥哥 我也要自己当作公司 对喽 我们全家都应该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 来 好 去给爸爸拿个盆子来 来 在那盖子呢 拿瓶酒呢 一山同志啊 我不喝酒 这样我以茶代酒 来 邓书记 你不喝酒 我也不喝酒 我也喝茶 别 少喝一点 邓书记 我喝茶 大姐 和孩子们一起坐吧 不用了 你们先坐着 我还得忙别的去 让他们吃他们的吧 那这样 咱们今天啊 就君子之交淡如水 好 一山同志 来 你也是个南下的同志 一个北方人 不知道我们家里这种 南方烧菜的方式 你是不是吃得惯呢 我吃得惯 杜润生同志就有问题 他到我这儿来 不管是不是好吃的东西 我都得给他准备一碗面条 几瓣大蒜 我们不要光吃货 来 吃饭 好好好 喝一点 你坐 邓书记 坐 邓书记 您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指示 请尽管吩咐 坐下说 我认为 你这个同志啊 是个好同志 是的 我也一直认为 我是个好同志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同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同志 对你这方面 或是那方面 有意见呢 好同志也有缺点啊 所以他们对我有意见 都有什么缺点啊 说出来听听 我的缺点太多了 说也说不完 我就说两种吧 第一种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话多 话多不是缺点 我的话也很多 对对 你的话多 有人愿意听 我的话多 人家是不愿意听啊 好 还有什么是自认为的缺点 都说出来 我听听 要说下面的问题 那我就得提几个条件 这第一个条件 我只对 代表中央的同志说 不代表中央的同志 我是一句话都不给讲的 这条件还不低啊 我可以代表中央啊 你是代表中央 中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 这第二个条件是 我只对你一个人讲的 说不 我原来在东北工作 和个别同志 在许多问题上 有些分歧 后来 东北局下了正式文件 说我反党 说我 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对你这个同志 我做过一些调查 你做过不少工作 包括这次 静江分工程的工程计划建议 这样吧 以后到北京开会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碰上这位领导 我跟他顺便说声继续 免得他对我们这么好的同志 产生误解 不不不 邓书记 咱们是已经讲好条件的 可不能这样做 坐 义山同志啊 毛主席已经亲自审阅批准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 报请中央的 关于京江分红工程计划 虽说现在党内外还有些同志 对你在这个规划当中的几点建议 有些不同的意见 甚至在舆论上也产生一点 小小的混乱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中南局的几位主要领导 意见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支持你 邓书记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义山同志 努力工作 tickets 你 ORiskt 自己一票 xenonos 净 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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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琦 木耿 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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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